淡水鄧公里和學府里的居民 這幾個月來都在整理里內裝紫內西的沿岸 也清出了不少廢棄物 而今天下午 兩個里的志工也齊聚在學府鄧公里的集會所 準備要把一些廢棄的花盆進行加工 里長表示 希望透過大家的巧手 讓廢棄物也能變成美化環境的裝飾品 鄧公學府里活動中心內 廢棄的花盆擺滿了桌子 拿起各式工具 居民們準備要開工 而這滿桌的回收物 都是這一群志工 在這幾個星期 從裝紫內西周邊清出來的 今天他們聚集在活動中心內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些廢棄物 變成美化環境的裝飾品 你從一百年底就開始做資源回收 那我們在做資源回收的時候 同時也發現其實有些器具 可以把它做一個再利用 所以我們收集了一些 譬如是會計的花瓶 網汁 水管 然後譬如說電風扇 然後我們享受把它做成一個神奇的娃娃 然後我們這一次是跟學府里 也一起做配合 然後來希望把這個資源再利用 那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教導方式 那我們鄧公還是加入 那也很感謝今天由我們中山大學的院長 文學院的院長也特別來 力領幫我們做指導 鄧公里長邱美金表示 目前鄧公里跟學府里志工 正在進行裝飾內西周邊的整頓 希望可以讓這條溪流跟社區居民關係更緊密 而今天在老師帶領之下 他們也要將這些花盆製作成小人偶 用來裝飾社區的各個角落 而是真正能夠持續的參與 跟持續的一個付諸行動 那我在他們身上發現 每一個人都是能文能武 然後可以做手作的最細微的 最貼近土地的 乃至於最髒亂的地方 他們都可以把它整理的 馬上就是大家起心協力 所以這個是我在這個地方看到 非常讓我深有啟發的 是回收過來的 回收過來的 然後把它會晤利用 要做一個造景 可以到每個鄧公里 學府里的角落都很活潑 所以他會很有生氣 然後希望小朋友可以做 家長也可以做 那我們一般人都可以做 來美化大家的那個 每個角落都會很漂亮 看著老師帶來設計圖 大家聚精會神的討論 未來引教社區的環境 大家武師奉獻時間 李長安表示 這些裝飾品完成之後 將會放在莊子內西周邊 將來他們也希望能夠 整理出一條岩溪步道 讓自己的生活環境更美好 記得陳柏惟帶著水採訪報導